4月29号,画家王建国将自己创作的油画作品《溥仪和婉容画像》 正式无偿捐献给维满皇宫博物院。 位于吉林长春的维满皇宫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充当维满中国傀儡皇帝时所居住的宫殿。 维满皇宫博物院是中国现存的三大宫廷遗址之一。 当天捐赠仪式在维满皇宫博物院同德殿广间举行, 维满皇宫博物院院长王志强同王建国一起, 为捐赠作品揭幕。 溥仪和其皇后宛容这两幅油画作品由王建国耗适一年完成。 现任吉林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, 吉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, 吉林省油画学会主席等职的王建国, 是当代中国协议油画学派的代表画家之一。 王建国在青少年时就以维满皇宫建筑为题材创作油画。 就读鲁迅美术学院的他, 毕业创作即是中国末代皇后宛容的油画肖像, 是以致较早画过宛容肖像的画家。 每个配饰、眼神、所以说这个头饰都需要还原历史, 他没有这个彩色照片,完全是黑白, 黑白放大了以后就非常虚, 这样就给我这个创作就花费了很多时间找资料, 找资料还要一点一点磨。 维满皇宫博物院副院长赵敬明表示, 维满皇宫博物院新天的溥仪和宛容两幅油画作品, 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。 那么我们搜藏的文物都是以历史文物, 文献文物这样的为主, 那么这一次的就是以油画的这种形式作为这个展品而入藏呢, 这是填补了我愿, 就是首次作为溥仪和宛容艺术品入藏的这样的一个空白。 来。